大自然究竟还蕴藏着多少我们没有了解过的事物呢 今天五金小事为你带来 将会是你第一次见到的神奇事物 一般上说到羽毛 你会想到什么呢 鸟的羽毛 那你见过长着羽毛的海星吗 这种海星非常优雅 品种多样 是海底中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它们都会用触角紧紧黏着地面 不会随意游动 它们特别喜欢躲在珊瑚中 一个不小心看走眼 还以为这是哪一朵漂亮的海底之花 所以它也叫海百合 因为一直扎根海地 它们常遭到鱼群蹂躏 一些被咬断金 一些被吃掉花儿 但却安然无恙 经常能够讨过一劫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拥有载胸树 这是它们在海底 存在两亿年的秘诀 羽毛海星基本上可以简单 划分成两种 可移动和不可移动 不可移动的羽毛海星 通常触弯很多 可达上百条 非常笨重 所以不良于行 那它们要怎么进食呢 它们会通过 变色隐身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平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 虫网 守株待兔 等服务生物或熟碎蟹 送上门 小与小虾 则会吃海星的剩饭 形成和谐共赢的生态圈 另外一种品种的羽毛 虽然能移动 但一般上它们都会选择安眠 但到了逆时和繁殖季节 海星就会启动开关 在水中再浮再沉 如果海底真的有完工 羽毛海星就像是盛装出席 翩翩起舞的宫廷贵人 看到它 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一种品种的海星吧 但它的碗部细细长长的 体盘也更加大 这真的是海星吗 是不是傻傻分不清呢 事实上很多人常常把它和海星混淆 但海星的盘和腕之间没有明显交界 而它有 它的腕部上也不像海星 缺乏布带钩和吸盘 当它移动时 有的腕浅身 有的腕托后 像如虫弯曲蠕动 又像蛇蜿蜒前行 因此得名海蛇尾 虽然长相不一样 但它的求生和进食方式 与羽毛海星高度相似 海蛇尾的腕非常细 但受到攻击或感到有危险时 很容易发生 壮士断腕的壮烈场景 因此吸引天体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逃走 所以它也被称为脆星 也幸亏它和海星一样拥有再生树 所以才得以求生 它和海星一样是群居动物 以海底有机碎屑为食 通过腕部粘翼消化 唯一不一样的是大部分海星都是磁雄一体 而海蛇尾是磁雄同体 在繁殖上有所差异 仔细凝续这张图 你觉得这是一张照片还是照片呢 城市树林在左右 深层的湖水和漫天 绚烂的彩虹色形成强烈对比 一名业余摄影师赛斯纳库兹 待在家的期间让他发现了 美国华盛顿州的湖一轮风光 原来美景触手可及不一定要出门才能见到 月色与雪色间 彩虹是第三种角色 不知将彩虹照片放到社交媒体上 瞬间温暖了网友们的心房 给暗淡的生活带来惊喜 其实这种景色非常罕见 根据气象学家的解释 这种现象称日晨环地平湖或日载 俗称火彩虹是日云的一种 但位于高角度的太阳光线 被云里面的冰晶折射 才会形成这种色彩的光带 你相信一头猪 这种是赛车比赛的关键吗 在美国俄勒港州 有一项猪和福特赛车竞赛 猪和福特车到底有什么关联 我们来看看这项比赛的玩法 比赛开始后 赛车手会从指定的猪圈中 挑选一只20磅状的小猪 抱着小猪跑向他们的梯形赛车 车手必须一只手抱着小猪 让小猪充当他的副驾驶 另一只手操控车子 在土路赛道跑完一整圈后 再跑到猪圈 放下之前的小猪 并挑选新的小猪继续 接力赛跑 看起来有点无厘头 但只要小猪从车上掉下来 就会输掉比赛 所以车手的力量和速度 以及小猪的配合都很重要 重复一项动作 跑完三圈 并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同时在运送小猪的过程中 没有差错 那冠军就是你的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 神奇的赛车比赛呢 小猪的意义 只是被搬来搬去吗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是 在1925年有一位 驾驶福特梯行车的车主 发现了一只正在逃跑的小猪 但他使小猪不媚 一手抱着小猪 一手开车把小猪送回给主人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车主 便开始组织这项比赛 然而这个比赛可是有门槛的 不是谁都能随意参加 车手必须是这个比赛协会的会员 而会员资格一般都是代代相传的 再加上赛车车型的要求 必须是T型车 所以这个比赛一直都很小众 在美国 仗着校车安全系数高 虽然不按常理出牌 把校车当成赛车用 校车体积这么庞大 性能比赛车也略逊好几筹 速度能有多快呢 灵活程度怎么样呢 虽然速度没有赛车快 但校车 赛车玩法是心跳 校车竞赛通常会有 大约10至20辆的校车残赛 主要看场地大小而定 跑完20圈后才能分出胜负 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校车竞赛的赛道是一个八字型赛道 赛车比的是速度 根本不会脚下留情 也就是说大家都为了真第一 有那么几两个赛车会在八字型赛道的交汇处相逢 看 那两校车见到了迎面而来的校车 不但不停下反而加速前行 让人忍不住 屏息 要是两个旁轮大物相撞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幸好两辆只是显显的 校车擦身而过 让人松了一口气 往年严重的还会导致翻车 车祸事故 两辆校车撞得变形的毁灭性事故 这将比赛自90年代开始风靡 对每个美国人来说 校车是成长的一部分 当童年视为严肃的象征居然被搬到了赛场 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反差感 令无数美国人为之疯狂 在美国德州 蛇患是困扰当地居民百年的问题 一天一户人家因为强风打乱屋内的有线电视服务 便到房屋地基下检查电缆情况 不料他却发现有好几条香尾蛇在下面冬眠 屋主立马放轻脚步地离开 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捕蛇公司来解决问题 但接下来却出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一幕 捕蛇人员趴在地上查看时 发现底下竟然有一个蛇窝 工作人员在这栋房屋下 总共找出45条香尾蛇 真是令人庆幸屋主扶他命大 住在如此恐怖的蛇窝中 还能逃过一劫 美国德州每一年最大的盛典 就是香尾蛇 围捕庆典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虐杀盛典 捕蛇成员在找到可能的蛇洞之后 会灌入满满的汽油 引蛇出洞 而其他成员则会守在其他洞穴口 以确保香尾蛇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根据统计 每一年围捕大会捕捉到的香尾蛇 多达两吨 但活动当天 对这些香尾蛇来说应该是生不如死 活动当天 处判方会将成千上百条的香尾蛇 关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中 评审会测量这些蛇的重量 性别和长度 接着会将蛇的毒液取出 杀了后剥皮 而这些人也深知爬虫类的特性 就会专门挑蛇头开始虐杀 经过处理后的蛇肉会被制成各种食物 由在场群众分享 例如炸蛇肉 炒蛇肉等等 而剩下部分的蛇就会被出售制成装饰品或由交易商处理 据说一天就能吃掉13万公斤的蛇肉 印度这个瀑布居然无视重力 居然往天的方向冲去 这座瀑布距离梦迈大概有三小时的车程 这里有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 以及辽阔的山地景观 拯救瀑布被大山环绕 这里的瀑布不是一般清幽的水帘洞 由于瀑布水流不向常规的倾斜而下 而是逆流往上走 雾气腾腾升起 站在山顶上可以感受到水气往上喷射 每年吸引了许多游客到这里徒步旅行 为什么瀑布会逆流而上 难道不是违反自然吗 原来这种现象主要是跟当地的天气有关 瀑布本身是从上而下流淌的 但是在流下的过程中 因为瀑布与山体之间夹带着一股强劲的锋利 致使瀑布的水流被往上吹 因此才形成了逆向往上走的情况 而且这种情况在雨季时更为明显 你还知道哪些稀奇古贵的事物呢 记得在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文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